香港被英国殖民者掠走战友150多年 我们只要求你给我们两秒钟 零时零非零秒 一定要奏响国歌升级国旗 国旗杆的高度是8.28米 国歌的时长是46秒 也还有匀速 还不能抬头看 从点滴抓起 一定要练尽量不要大眼 这个胎杆宽是30 高是40 会当中显然把这个尺寸改变 没有预备队 没有可以替换的人 用十倍的时间去练应 我就做一件事情 把这样子一段话 让人们能够记住 就一个标准 万无一失 两国军人 共同站在这一个大门口 全体体力 现在半23秒 我们把所有的解说词 词词词都加快了速度 各环节的间接要快 但是这30分钟有25到这个程序要直送 他们在外面呢并不是只是静静的围观 而是在那里起哄 我修起来以后就赶紧录进去 我们小乔儿 严谨训练 一定是要完成而已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散军 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 你们可以下岗 我们上岗 但我看见他手在抖 我就听着他 我说没事没事 不敢松劲 你差一秒钟 那个国旗可能就 需要差12.3公分 像窒息了一样 我知道所有的镜头都在吵向我 我也不能摆头看 不知道是几秒 只能在这等 那是人生当中 最漫长最紧张的那事 三 二 四 三 二 四 越过管理线 这条线呢并不长 但是今天驻香港部队 越过管理线的这一小步 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步 越过越不能分担 香港 我们终于回来了 会更好 会更好 这是我二十多年前 特地来过的地方 我不得犯罪 我没有白费 是我们一辈子的荣耀 只要祖国需要 我时刻准备着 سے子羹 和 одной 都在说 他不让我 天天 都会 一千万 小美 都会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